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正的植物性乳酸菌 10种以上的蔬菜水果的蔬果煮面 去喂食它 让它吃 让它长大 所以如果你三餐都是用好的油 去三餐做菜的话 其实它就好像是吃的保养品一样 这个现在有几度 160了 然后你看没有油烟 没有油爆 可能是你这锅子也很厉害 把油爆都挡住 可是葡萄籽油它可以耐到250度 现在才160度 它是不会有油爆 不会有油烟的 欢迎收看生活好自在 我是吴淡如 我是柯俊年 柯大厨啊 今天我们要来谈蔬果汁 要帮大家做好喝的蔬果汁 可是我记得没多久以前 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 蛮恐怖的 就是有一位太太 她也觉得为了要健康 每一天早上要喝精力汤 而且她自己还在自己的花园 种这个有机蔬果 就有一天呢 就喝喝喝了几年之后 突然间觉得说 头晕目眩 好像不行了 就给医生检查 就发现她脑里面有蟲 其实很多人去误解什么叫有机 有机的认证其实是很严格 不是说我自己吃的就会有机 我没有厚肥就会有机 不是这样子的 她有厚肥啦 她是没有用化学肥料 后来才知道 人工肥料 问题就出在那个人工肥料 因为有的洗不干净嘛 那黏在那个蔬果里面 然后蔬果你也不可能给她煮肺消毒啊 所以她竟然是把很多这个虫卵 吃进自己的身体里头 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员 不是说我会做菜就表示我每个都会 实际上还是有一段差距 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太勤快也是不是很好 自给自主的生活呢 你就是偶尔过几天就好了 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有时候你要注意的事情反而特别的多 我们今天呢要来打好喝的蔬果汁 而且总共有十种蔬果 什么营养都有 对 我们请到的是蔬果达人张百风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 你气色越来越好 皮肤相当的滑嫩 谢谢 好 来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十种蔬果营养的精力汤 来 我先开中名义讲一下 精力汤是精力汤 蔬果汁是蔬果 不一样 这不叫精力汤 这应该是蔬果汁吧 那一般人打的精力汤是什么 精力汤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注重它的整个制作环节 所以弄到后面 你已经把很多的营养素 藉由你的高温角刀已经把它煮过了 因为摩擦会产生70到80度的高温 对 没错 所以它已经煮成汤了 它叫精力汤 如果你是要制作蔬果汁的话 那么你是要注重很多的流程 那么出来才叫真正的蔬果汁 好 那你的蔬果汁的定义比较严格 可是我们刚刚说的新闻里面 有人自己在那边自给自足 结果 这个身体就吃尽了虫卵 现在有一些规定 它只是说不用化学农药 不用化学肥料 就叫有机 对 可是其实真正的所谓生机饮食 它其实它是更严苛的 对 它一定是要安全输果 它要气重 对 它要检验农药 重金属 化学污染 这些都要检测 对 农药跟生菌 虫染这些都要检测的 所以有时候你虽然没有加进肥料 化学肥料 可是你土地里面 土地里面那是相通的 所以我曾经听说说 真正那种有机的那种农地 甚至要修耕 7年以后才能吃福耕 你要修耕 还要绿肥 然后整面农药 生菌 全部这些都很严格的 那泥土要拿起来炒 炒到所有的从来都不见了 我听到已经头皮发麻了 我觉得这样都不知道要用多少的工食 才能喝到一杯果汁 所以你真正的调养用的 表养用的蔬果汁 它有很多很严苛的一个标准 不是说你随便的 我菜市场超市我买一买 回来切一切 买个果汁机丢进去打 张老师他是从小去有点到 有点到 有多严重你给我们减速一下 22000伏特高 97%的三度桌 97% 然后植皮 植那里 全部都植 这都是榨开的 这也是榨 这也都是榨开的 然后只剩两根骨头的 那现在其实我看不出来 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拼布人 因为他全身上下的皮 都是好心的人士 割下来捐给他的 身上负担很多的爱心 这个是师傅们捐的 这是女学生们捐的 然后其他各个部位是不同人捐的 所以但如你没讲 我真的不知道他植过皮 真的不会错 他很多年前就叛过他 那他的皮的接缝越来越好 不然以前确实比较像拼布 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因为我吃了太多药 后来吃到药物性肝硬化 所以我到了美国的分支矫正协会 他那边有推行一个 5 serving a day 我们台湾是翻译成 每日5蔬果 其实他正确 应该是5 serving a day 一个serving是2到3份 所以5成2多少 10 他如果3就15了 所以至少要每日10蔬果 今天要用的10蔬果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有配色的啦 当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材料买回来要预冷 放到冰箱预冷 降低生菌素 对 然后让虫暖脱落 要什么样的温度 虫暖才会脱落 通常至少要5度C以下 如果在专业厂房的话 我们是先强风预冷 4度C 然后再真空预冷 因为真空 虫暖 虫子就死了 对 然后过来就是 冷水飘洗 飘洗的日式是这样子 你要把那个水一直流动 对 要飘水 然后你的外皮清除之后 你要用冰水飘洗 里面要加冰块 好来 我们有一个字卡 对不对 好 来来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来 因为如果是专业厂房 我们一开始就要弃重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要弃约重子 要打弃约 要化验 要有修根制 然后修根 像刚刚你现在看的这些 都是专业厂房做的 然后像你看这不是虫 这是翻石榴 白白一块一块 这是什么冰块 这是在做冰水飘洗 其实全部都是在降低 生菌素跟樱花眼花素 专业厂房都是这样做的 对 没有错 因为我曾经就是待过公家医院 就是国立的医院 其实我们的制作流程也是这样子 对 就台大医院本身 如果要给病人吃水果 非常严格 也都要这样 而且我们常常就是手部要检查 检查你的生菌素 有没有过 常常 对 然后做这个冷熟很重要就是 因为蔬菜水果它的细胞壁很厚很硬 所以一般他们都说用加热煮熟 可是加热的时候没有错 可是它面吸就没了 你的水溶性 零生素也没了 酵素也没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是做冷熟 冷熟一样是细胞里面的水会结成冰 它会把细胞壁撑破 对 可是其他的营养素还是有保存下来 就是虽然是冷的 但是也用冷把它变熟了啦 对 然后让它的细胞壁比较好破掉